美国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表报告表示 中国逐渐强硬的立场可能引发使用武力将台湾纳入控制的隐忧 短期比较可能采取由海警等执法机关将台湾隔离 让台湾因为经济瘫痪而屈服的做法 报告点出每年有数千艘大型货柜船和邮轮 在全球运送超过价值11.5兆美元的商品货物与能源 根据智库最新统计 2022年约有价值2.45兆美元的货物 超过全球海运贸易的五分之一通过台湾海峡 台湾各港口2022年处理约5860亿美元的贸易 尤其台湾生产超过全球九成的先进晶片 广泛应用在智慧手机资料中心和先进军事设备 供应中断可能让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损失至少数亿美元 日本及南韩会是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因为这两个美国盟友高度依赖台海进口原料与能源 另外澳洲2022年也有27%的出口通过南海 约1090亿美元除了印太地区之外 四个最依赖台海的国家位在非洲 凸显台海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确保台海的航行自由 攸关全球经济发展